只因帮花柳如烟承诺会给我真爱 我便拼了命追他舔他 然而高考结束后 考上985的他却当众嘲讽羞辱我 转头和学霸拥吻 原来他拥有高考细分系统 可以吸走舔狗的分数 我原本成绩优秀 却被他活生生吸干到200多分 只能去矿场做苦工死于意外 再次睁眼 我重生回到高考前三天 成峰赶紧跪下来给我擦血 面对柳如烟的羞辱 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 叮 高考反向细分系统觉醒成功 跪舔即可反吸柳如烟十倍分数 喂 你是耳聋还是听不懂话 柳如烟将沾满雾泥的圆皮鞋伸过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看着眼前穿着黑丝的贱女人 我内心的怒火汹涌翻滚 高一时 我原本还是成绩优异的尖子生 然而柳如烟却突然接近我 不听虚寒问暖 攻破我的心理防线 她每天和我一起学习 给我做小礼物 亲自为我吃饭 从小家庭破裂的我从未受到关爱 彻底拜倒在柳如烟的石榴群下 被PUA整整两年 牢牢掌控我后 柳如烟便爆发出丑恶贪婪的真面目 一次又一次地践踏我的人格 晚上心情不好 她让我跑十公里去买宵夜 上学不想走路 她把我当牛马一样骑在身下 为了满足她的虚荣心 我省吃俭用累死累活兼职 给她买包包买口红 节日转账更是高达几万 成风 我以后可是要嫁给你的 你本来家里就穷 对我好点怎么了 成绩下降也没事 以后我考上985就该我养你了 到时候咱们在一起多幸福啊 柳如烟不断给我画着大饼 借用系统的力量将我的分数抽干 一边享受着我的舔狗付出 一边考上985走向辉煌人生 录取通知书出来那天 她当着我的面和学霸缠绵在一起 成风 你也不撒抛尿照照自己什么条件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结婚 你做什么白日梦呢 我怎么会嫁给你这种废物 滚吧 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连舔我的痰都不配 高考落榜 母亲重病 为了挣更多钱 我沦为卖命的下水到老鼠 跑到两人任职的矿场挖煤 被机器压断双腿后 我爬到办公室要求赔偿金 然而柳如烟却和学霸在办公室里浓我浓 在两人亲热中 我被活活痛死在门外 你到底擦不擦 柳如烟冷喝道 口口声声说爱我 结果连擦的鞋子都做不到 你这没用的废物 校门附近的同学们投来讥讽的目光 我却强忍着心中木火 蹲下去擦鞋 现在我拥有了反向吸分系统 只需要继续填柳如烟 就可以把他吸走的分十倍吸回来 他吸我八分 我就能吸走他的八十分 距离高考仅有三天了 只要再忍三天 我就能打一场翻身仗 柳如烟 前世你把我吸血至死 这一世我要反过来把你吸干 让你也感受痛苦和绝望 给我用手掌擦干净点 我要漂漂亮亮的上学 容不得一点误会 行 我忍着扇他巴掌的冲动 从包里掏出纸巾 然而他突然一脚踹到我胸口上 我让你用手擦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我用手掌擦了一遍又一遍后 总算做完了任务 系统马上有了消息 叮 柳如烟吸分15分 叮 乘风反向吸取150分 分值300分 柳如烟分值565分 此时柳如烟脸上忽然有了笑意 应该只收到了前面那条消息 没收到后面 这次算你做得不错 只有听话的男人我才喜欢 懂吗 我忍着恶心点了点头 随后跟着他进学校 一颗甜枣一巴掌 前世我就是被他这样批语为 最后失去了人格和尊严 现在这些话在我眼里 和地狱的毒药无益 笑吧 我看你还能笑几天 来到教室里后 班主任正在散发 最后一次模拟考试的成绩 离高考只剩三天了 我们接下来不会再进行测试 只会进行最后的总结和注意事项 所以这一次模拟考试的成绩 和你们高考成绩 就没有多大的差距了 卢雪650分 黄映川680分 蒋成580分 随着同学们领完试卷后 班主任双手撑在桌子上 面带微笑说道 接下来我着重念一下第一名 他就是柳如烟同学705分 大家掌声欢迎 所有同学投来了羡慕和敬仰的目光 为他鼓掌吹跑 柳如烟不愧是斑花 长得又漂亮成绩又好 怪不得这么多男的喜欢 我要是男的我也爱 高考在努努力 清华可能没问题了吧 柳如烟如同众星捧月一般走上讲台 高傲而得意的样子格外惹人注意 如烟 你的进步老师是一直看着的 班主任赞许说道 从一开始的400多分到现在700分 难以想象你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提升太大了 谢谢 我会加油的 柳如烟无比自信 仿佛一切都是他靠自己得来了 哼 提升能不大吗 他吸的可都是老子的分数啊 我忍不住皱了皱眉 然而下一秒班主任的脸就沉了下去 他冷冷开口道 下面说最后一名 成峰250分 你别上来了 我怕脏了蒋台 说完后 他将试卷揉成一团 猛地砸在我头上 全班顿时哄堂大笑 嘲讽四起 我就知道 这死田狗又是最后一名 250分 连最垃圾的大砖都考不上 人如其分 都是个250 就这种人还想追到柳如烟 真是持心妄想 班主任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真是一颗老鼠屎 坏了锅汤 我们重点班 怎么出了你这个废物 天天跟在柳如烟屁股后面 怎么连人家一根毛都没学到 看看你那副没出息的样子 要是我儿子 我非打断你的腿 班主任骂了好一阵 脸上全然都是鄙夷和讥讽 我忍着没有说话 这个班主任也是实打实的势力眼 谁家里有钱 谁成绩好 他就重点关注谁 他口口声声说 班里禁止出现任何情感之事 然而得知柳如烟掉灼我后 却只拿我来出气开刀 还有三天 只需要再忍三天 等我要考到最高分 让你后悔说过的所有话 就在这时 柳如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什么 忽然说道 哎呀 鞋子怎么又脏了 成风 快点过来给我擦干净 以我对柳如烟的了解 这女人肯定是想当着所有人的面践踏我 以此炫耀自己的优越地位 满足那低劣的虚荣心 听到这话 班主任突然说道 如烟 你怎么能让成风帮你擦鞋呢 这种废物 连靠近你的资格都没有 还是离远一点的好 免得耽误了成绩 他立马换上了一脸谄媚的笑容 对着柳如烟讨好起来 像你这样的优秀学生 应该和同样优秀的人玩才对 谁说我在和他玩 柳如烟摆出一副高傲姿态 说道 成风只不过是我养的一条狗罢了 他在身份上就和我不是对等的 你说是吧 啊 所有人用讥笑的眼神打亮着我 准备看我尴尬的表情 然而我却呵呵一笑 点了点头 是啊 你说的对 你说的都对 叮 柳如烟细分五分 叮 成风反向吸取五十分 分值三百四十五分 柳如烟分值五百二十分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后 我和他都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估计在众人眼里 柳如烟的笑容是得意的笑 而我只是傻笑 柳如烟摆了白脚 喂 怎么还不过来擦血 快点 别看这表面干净 上面还有很多灰尘和微生物呢 你去给我搞点热水来擦擦 没有热水就给我舔干净 听到柳如烟的要求如此过分 其他人都是一副看我笑话的样子 为了能拿到更多的分数 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好 你稍等一下 说完后便跑了老远的饮水机 接了热水 回来蹲下给柳如烟 小心翼翼地擦着 众人嗤笑声连绵不断传入我耳朵 嘖嘖嘖 这成风简直是舔狗之王啊 看他那副窝囊样子 说狗都算侮辱他了 为了一个女的这么卑微 真是丢男人的脸 他不会真以为柳如烟会正眼看他吧 也不撒抛尿照照自己啥样 听着这些侮辱声 我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 冷静 一定要冷静 只需要再来个350分 我就能彻底翻身了 笑吧 等我考上清华北大 看你们这群草包 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强忍着恶心给柳如烟擦完鞋 我总算听到了系统加分的声音 现在的我已经到达400分了 而柳如烟也只有500分不到 他还不知道自己偷来的成绩 已经被我全部抢了回去 依然做着春秋美梦 对 就是这样 柳如烟翘翘起二郎腿说道 像你这种废物可没人要了 能够伺候我是你的荣幸 把我伺候高兴了 等我考上了清华北大 你有好日子过了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在pure我 班主任为了洪柳如烟开心 立马冲我吼道 听到没有 你要是不把如烟伺候好 影响了高考成绩 整个学校都饶楼了你 现在你活着的唯一价值 就是伺候好如烟 不能让他受到一丁点而委屈 还不等我说说话 柳如烟就摆出一副 不耐烦的样子说道 行了行了 明天我要庆祝一下 顺便开个毕业派对 放学以后大家都去 KTV唱歌怎么样 听到这话我就知道 柳如烟又想想办了 每次考到第一 他都要让所有人去开派对 而且还不花一分钱 全部让我付 知道不用花钱的同学 都是一哄而上 就算不愿意去的 也没有选择 如果拒绝了柳如烟 就是和他作对 肯定会被班主任区别对待 所以每次都是 整个班一起去 柳如烟冲我喝道 准备好钱没有 别给我掉链子 我身上只有几百块了 暂时不够花 我解释说道 然而柳如烟根本不打算给我机会 直接一巴掌扇了过来 我给你一天时间 想办法给把钱弄来 否则就在我家门前 跪一晚上 啪 感受到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痛 我咬紧了牙关 所有人都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 完全没有要阻拦的意思 但现在的我只能再忍下去 毕竟这是属于舔狗的任务 就算世界也得把钱借过来 离开了学校后 我开始琢磨着在哪里去弄到钱 手上密密麻麻的伤口传来疼痛 这里面除了柳如烟对我下的狠手 还有在玻璃工厂挣钱实售的伤 因为柳如烟想买最顶配的苹果手机 所以别人都在家里吹着空调打游戏的时候 我却不分昼夜的打工挣钱 即使被中介抽成了人肝 也得省吃减用凑够一万块 得知我每天吃馒头酸菜后 柳如烟不但没有愧疚 反而还给我洗脑 说这些才是健康食品 比大鱼大肉干净多了 后来我因为身体虚弱躺进了医院 他还在电话里催促我去打工 说医院是小题大做 想要坑我的钱 要不是后来赶上开学 我恐怕已经撑不住了 想到这里 我越来越气 这个吸血鬼不仅要吸分 钱也要吸得干干净净 真是不给我留一点活路 叮 检测到宿主怨恨之上涨 触发副系统 反向吸金系统已开启 给柳如烟花钱 即可反向二十倍倍吸走他的家产 奖励一个月后发放 当前进度 五点八万十万 听到这个声音后 我感觉心里咯噔一下 这系统居然还送反向吸金功能 而且还把我之前花的钱都算进去了 只要凑满十万的金额 一个月后我就能获得整整两百万 柳如烟家的房子车子 加上所有存款也确实接近两百万左右 这下我要真正的彻底将它反向吸干了 爽 太爽 既然你这么喜欢当吸血鬼 那我就用你的方法整死你 等到一个月后 这件人就彻底一无所有了 只能来跪在地上求我 想到这里 我连忙来到一家饭店里 这家店的老板娘 是我青梅的母亲 和我妈很有交情 两人关系十分不错 所以先找她借点钱应该没问题 成峰啊 你借这么多钱来做什么 张姨您放心 这两万块我一个月后会还给你的 如果您担心的话 我可以例字句 我非常诚恳地说道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 她终于同意 于是我带着钱又回了学校 此日 我又撑到了下午 所有同学都在教室里认真看书 只有我和柳如烟在角落里 你他妈垂青点 连按摩都不会 柳如烟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然后一脚踹中我的大腿骨 感受到钻心的疼痛 我却不能躲开 咬着牙硬抗了下来 直到听到系统的加分后 这口气才算憋下去 柳如烟 今天挨过的打 来日我慢慢还给你 正当我想着 外面却想起了夏克林 走走走 该去KTV放松了 所有人一哄而散 而我则是按照要求 像牛马一样背着柳如烟 一路来到了KTV外面 他连一步路都舍不得走 说下午太热走着累 你这狗东西走快点啊 没吃饭吗 柳如烟一不高兴 就抓着我的连猛衫 把怒火全部发泄出来 钱带够了吗 先去把钱付了 为了以防我没钱 柳如烟率先让我去前台交钱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正是我想要的 你好 今天的标准按两万算 将钱打进前台后 我的耳边立马传来提示音 叮 花钱成功 进度7.8万10万 成功了 在一个月之后 这两万块就会变成20万 从柳如烟的家里 活生生抽出来 凭借我重生归来的知识 只要有了这些启动资金 以后绝对能混得风生水起 你还在那愣着干什么 快过来背我 一声尖叫传来 柳如烟纸高气昂地 扯着嗓子吼着 即便是来到了KTV里 他依然没有要自己走路的意思 我弯下腰酸背痛的身躯 将他迎进了大包厢了 众人一排排地坐着 纷纷露出讥讽的表情 跟个仆人一样 伺候得真到位 这成风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癖吧 被掠成这样都一副享受样子 看来脑子多半是废了 连狗都比他聪明吧 是啊 正常人哪干得出这种事 柳如烟坐下后 便马上张开了嘴 我立马会议 在一旁插起水果给他吃 行了 没你什么事了 滚去旁边站着 柳如烟不耐烦地说道 我将牙签放了回去 但没想到的是 仅仅晚了一两秒钟 一个杯子便朝着我膝盖飞了过来 砰 我感受到膝盖的疼痛 不停往后面退去 然而柳如烟不依不饶地说道 老娘不是让你站过去吗 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磨磨蹭蹭地 滚回来 你现在连站着的资格都没有了 给我跪在这边 看着我玩游戏 我感受到一股怒火翻涌而出 但接着又深深压了回去 忍 再忍一天 后天就是高考的日子了 到时候一切都结束了 我往前走了两步 但仅有的尊严 让我始终没有跪下去 只是表面上坐着跪姿 实际上我的腿并没有触地 因为我知道 我并不是真的要填柳如烟 而且为了能够报复他 果不其然 成功骗到柳如烟后 系统再次给出的奖励 叮 柳如烟西分八分 叮 乘风反向吸取八十分 分值六百二十分 柳如烟分值三百四十二分 听到这个消息后 我的心里总算有了一次未解 现在的分数 足够我考取一所重点 九八五高效了 但还远远不够 我必须要拿到系统最高的七百二十分 稳稳进入清华北大才行 而柳如烟还有三百五十二分 有机会进入大专 我必须让他连三百分都没有 连大专都别想 长时间保持不触地 加入膝盖的瘀青 让我的腿已经无比酸痛 刚刚额头上的疼痛传来 我在双重折磨下已经承受不住了 但仅有的理智让我捏着桌脚 靠手的力量支撑 其他的都好说 我绝对不可能给这贱女人下跪 前世我受了那么多折磨 哪一样不是痛彻心扉 我在暴雨烈日下劳累晕厥 在工厂机器里流血受伤 在白天昼夜间缺氧恍惚 在濒临死亡前绝望挣扎 小小的皮肉之痛 在我眼里算得了什么 柳如烟 你养的狗可真是听话的 一点声音都不敢坑 这时 班里学霸黄映川 双手插都走了过来 见到黄映川后 柳如烟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笑着说道 映川 你要是喜欢使唤就行了 别客气 看着两人坐在一起 我的脑海里再次浮现 前世那些不堪入目的回忆 柳如烟从一开始就暗恋黄映川 然而因为成绩太差 这人根本不搭理他 从我这里吸走分数后 柳如烟便或黄映川 走得越来越近 两人在高考前 就已经做了那种事了 成绩出来后 更是毫不掩饰 当着面官宣拥吻 前世我痛彻心扉 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他别走 反而遭到一顿毒打 最后两人双双进入重点大学 成为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而我却活成了下水道的老鼠 去了学霸的常理做苦工 意外出事死不瞑目 这种废物我可看不上 让他离我远点 黄映川厌恶地瞪了我一眼 随后柳如烟立马发话 听不到话吗 映川让你鬼远点 出去 我现在要和映川 商量学习上的事情 你要是耽误了 负得起责吗 学习上的事情 我心里冷笑一声 随后离开了包厢 透过包厢门上面的透明窗户 我能清楚地看到 两人正在喝焦杯酒 同学们在四处不断起哄 让他们亲一个 在众人的欢声笑语中 柳如烟和黄映川 终于亲了起来 他的脸上露出了 从未有过的娇羞 和平时嚣张霸道的样子 判若两人 为了让我不看到 这个画面崩溃 他才特地把我叫出来 要是把我这个舔狗气没了 他还怎么吸分呢 站在冰冷的走廊上 我思考着接下来的事情 除了第一次有奖励外 系统会根据我舔狗程度来给分数 舔得越过分就越高 但如果拒绝舔狗任务 那么之前得的分就会全部作废 如果运气好的话 只需要一次 我就不用再看柳如烟脸色了 熬了这么久 马上就要有个头了 呼 深呼吸一口气后 我闭上眼好好休息了一番 伺候了柳如烟整整一天 换个机器人来都得累猫烟了 几个小时后 我突然被一声尖锐声叫醒 乘风 乘风 打开门一看 是柳如烟在和所有人玩游戏 由于有我这个舔狗帮忙喝酒 他玩起游戏来大手大脚 丝毫没有任何节制 满满一箱啤酒被摆在桌上 还没等我看清楚多少瓶 柳如烟抄起桌上的烟灰缸 就砸了过来 砰 即便是我下意识用手阻挡 但还是被打到了额头 感受到一股暖流从头上滴落 我用指擦了擦 才发现是一片鲜红 血流血了 同学们有些吃惊 然而柳如烟却怒道 我叫了你整整失声 你想让我嗓子叫哑吗 不就是流了点血吗 别太小题大做了 这是你应该受到的惩罚 赶紧滚过来喝酒 我心里自嘲地笑了笑 用指按住伤口后 便来到茶几前 但余光一瞥 却注意到了角落里的女孩 她清秀的面容被泪水分割 红着眼看向我 如雪 这是我的青梅 也是张仪的女儿 自从遇到了柳如烟后 我们就基本上 没怎么联系过了 原本以为 她已经成为了学习机器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没想到她看着我被打 竟然会流泪 虽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来不及多想 我不敢违抗柳如烟的命令 只能拿起酒瓶 一饮而尽 一瓶 两瓶 三瓶 喝了快一半酒后 我感觉肚子都快被撑得破裂了 一张嘴就想吐出来 实在受不了 我冲进卫生间就疯狂倾泻 整个人接近虚拖 出来后 我直接被柳如烟 抓到了茶几前面 愣着干什么 给我喝 柳如烟瞪着我说道 我答应了他们要喝完的 你想让我丢脸吗 抱歉 我有点想吐 想吐也得给我喝 喝了吐吐了喝 你不过就是一条狗而已 有什么资格反抗我 柳如烟已经彻底疯癫了 她似乎根本不满足于 系统提供的分数 而是想踩在我身上 看着我如同蝼蚁一样被碾死 以此满足自己 高高在上的虚荣感 见我喝不下去 她直接一个巴掌飞过来 我已经没有了躲避的力气 直直愣在原地 然而就在这时 卢雪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你到底要干什么 马上放了成风 听到卢雪的话后 所有人都扭头看了过去 卢雪 这是跟你有关系吗 柳如烟打亮了她一眼说道 你这么心疼这条狗 不会是和她有什么吧 同学们都讥笑了起来 看向卢雪的眼神也变了 我强撑着模糊的眼睛 看着这一幕 只听见卢雪开口了 我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么欺负人 都是同学有必要吗 我可警告你 别特么多管闲事 柳如烟哼了一声说道 我现在是全班第一名 要是惹得我心情不好 你就等着吧 黄映川也冷笑道 一个舔狗自作多情而已 你以为你管得了吗 听到这话 卢雪将一双眼睛看向了我 仿佛在告诉我 不要继续这样了 察觉过来的柳如烟开口笑了 来吧 让你看一下这条狗 是选你还是选我 给我喝 把剩下半箱喝完 喝不完今天 就在酒吧归一晚上 否则你这辈子 都别想见到我了 柳如烟还以为我像前世那样 对她爱得死去活来 然而现在的我 只是把她当成利用的棋子罢了 我呵呵一笑 随后举起酒再次一饮而尽 卢雪当场愣在了原地 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打亮着我 我也没有办法开口解释 只当自己一个人在喝闷酒 灌了一瓶又一瓶 终于 强烈的反胃感再次袭来 我忍不住进厕所有吐了 这一次 一抹鲜红出现 我吐血了 清理完身上所有污渍后 我踉呛着走出门 耳边传来系统的提示音 叮 柳如烟吸分十分 叮 乘风反向吸取一百分 分值七百二十分 柳如烟分值两百四十二分 恭喜您 已达到系统满分 满了 终于满了 这么久的人辱负重 总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心里一阵抽搐 感觉浑身传遍强烈电流 不断刺激着神经和心脏 肠胃 额头 膝盖 每个地方都在传来剧痛 像是兴奋的剧痛 但又拉扯似的喧嚣着 七百二十分 我已经把分存够了 接下来 翻身杖终于要开始了 柳如烟 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 把我受过的所有屈辱和苦痛 百倍回报 我颤颤巍巍地走了出去 感觉天地都在旋转 手指也颤抖着不停 迟迟止不到柳如烟身上 同学们的嬉笑声不断回荡着 哈哈哈哈 看他那个样子 像个瘸子一样 这就不行了 我家狗都比他能喝 给我过来 丢人现眼的废物 柳如烟怒骂道 赶紧背我回去 我不想走路 乘风都成这样啊 你还要让他背吗 卢雪还在替我说话 但被柳如烟推开了 我本想上前阻拦 却发现浑身使不上力 你这贱人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滚开 你和他一样都是狗而已 柳如烟哼了一声 似乎感受到分数已经收集完毕 竟然没有再让我过去了 黄映川站出来说道 如烟 我让我妈开麦巴赫来接咱们吧 你们顺便认识一下 好啊 两人的声音越来越模糊 我感受到一阵无力后 便一头栽倒在地上 失去意识前 柳如烟还用鞋子踩了我两下 真是个十足的废物 终于能甩掉你了 我看着都恶心 呸 滚吧 很快 我的眼前陷入一片黑暗 再次睁眼时 我只感觉头痛欲裂 脑花像快散了一样晃动 耳旁隐隐哭声传来 我艰难地睁开眼睛 这才发现旁边竟然是我母亲 还有张仪和卢雪 芬啊 你再醒不来就考不了试了 阿姨你放心吧 乘风应该没问题的 我刚想张嘴 却发现喉咙肝的药蜜 调整好一会儿后 才颤颤发出声音 妈 张仪 卢雪 我这是在哪 见我苏醒过来 母亲赶紧擦干眼角的泪水 红着眼凑过来 疯 感觉身体怎么样 现在是六月六号晚上 你已经胃出血昏迷了一天了 六月六号 明天可就是高考的日子了 我吓得赶紧查询了一下系统分数 看到上面的七百二十分后 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疯 你今晚上好好休息 不要怕 母亲抓着我的手说道 明天好好参加考试 我相信你的 我点了点头 随后母亲离开病房 她去交医药废去了 张仪开口说道 语气里带着责备 昨晚上卢雪把你送了过来 你一直在吐血 你母亲愁得头发都白了 为了让医生先救你 直接跪下来了 她捡了好几年的废品 连自己的废病都不舍得买药 这次一块两块全部凑过来 给你交医药废了 你这孩子为什么这么不懂事 想到母亲那副憔悴的样子 我心里愧疚不已 父亲在很久之前就抛弃了我 和亲人跑去了其他城市 我和母亲相依为命 靠他一手将我拉扯大 而我也老实认真 成绩在班级向来都是名列前茅 直到柳如烟的出现 才将我彻底毁了 前世 在高考后一个月 母亲就会查出肺癌 前世我因为没钱救治 只能去矿厂里做黑工凑医药费 但因为厂里客扣工资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患上癌症 痛苦死去 一想到这些 我就恨不得把柳如烟活活打死 成锋 你老实说 卢雪走过来说道 昨天你在KTV花的钱 是不是借的我妈的 我迟疑了许久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但还是点了点头 听到这个回答 他们似乎心都凉了半截 卢雪失望地说道 成锋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为了柳如烟这个女人吗 昨天明明可以转身就走 你为什么还要喝酒 你知不知道昨天没有一个人在意你的死祸 我背了两个小时 才把你背到医院啊 旁边的张仪也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还以为你是得罪了什么人 没想到居然是自己主动喝成这样的 要不是卢雪救你 你现在都回不来了 被两人误会地我心里焦急 只能说道 张仪 卢雪 我现在彻底想通了 之前是我不懂事 被那个女的一直牵着鼻子 现在我醒悟了 不会再做这种傻事了 卢雪颤颤开口道 你现在醒悟还有什么用 现在距离高考就只有八个小时了 已经太晚了 还不晚 我皱了皱没说道 小雪 如果你不介意 今晚可以和我一起复习吗 之所以说这种话 是因为我已经感受到了知识 在脑子里翻涌 系统给的分数并不只是分数 而且相对应的知识 有了这些东西 我就能把要考的内容 提前给卢雪复习 凭借她全班第三的能力 完全可以熟练掌握 昨晚上即便我没有理她 她也依然把我背到医院 即便冲这份救命之恩 我也要帮她 但现在 就看她还愿不愿意接纳我 卢雪抿了名嘴 一双大眼睛犹豫地看向我 张仪也是飘忽不定 估计是在担心我拖累她的女儿 小雪 要不还是算了吧 张仪叹了口气 都是成年人了 心里都有点数 你的成绩已经没办法补了 说不好还会拖 好 卢雪突然开口说道 我答应你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随即开口 什么条件你说 你必须认认真真复习 并且发誓从此以后 不再和柳如烟有瓜葛 这个女人会毁了你的 我只能把话说到这里了 卢雪说完后 似乎觉得我不会同意这个条件 眼神有些暗淡 如果你做不到就算了 我们也无权干涉你的事 把两万块还给我妈 你的路我们不会插手 我自然知道 他们母女俩是为了我好 连忙点头保证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卢雪 张仪 你们对我有恩 我会报答你们的 我咽了咽唾沫说道 我要考上清华 赚到大钱 带上你们一起享福 然而听到我的话后 卢雪和张仪对视叹了口气 行了 先别说这些虚无缥缈的话了 卢雪指了指旁边的书包 复习资料我都带来了 一会你准备好就开始 好 得知我改邪归正后 回来的母亲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从此不会再让他们受到一点委屈 随后 两个大人靠在外面的病床上睡着了 而我和卢雪则是在里面紧张复习起来 卢雪非常认真 丝毫没有敷衍 陈锋 你毕竟还是有点基础的 我相信你之前考那么差 都是因为状态不好 他很认真地对我说道 只要你今晚上努努力 说不定还能上个大专或者本科 愣愣 看着她的脸庞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爱还能这么近 从我母亲认识张一开始 我和卢雪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她的性格一直都很文静礼貌 是别人口中的乖乖女 黑长直的头发 清秀的脸蛋 干净的毛子 洗得发白的笑服 只有仔细打量 才能透过她厚厚的刘海 发现那张娇好的脸庞 卢雪在进入青春期后 似乎就有意地和我避开了 以后的交流也越来越拘束 内心脆弱的我 以为是自己被讨厌了 于是越发孤僻起来 但现在看来 她当时远离我似乎另有原因 这个知识点 你懂了吗 卢雪忽然看向我 白皙的手指紧紧握着笔 为了迎合我舒服的姿势 她的腿一直处于微微发力的状态 大带懂了 不过这边我还有一点不明白 我开始故意往另一个方向引导 因为我知道那边的知识点 才是重中之重 凭借精湛的演技 我成功把卢雪带歪了 而且反复加深印象 保证她能过目不忘 叶渐渐深了 卢雪手中的笔越来越无力 她缓缓靠在我身上 闭上了眼睛 将知识点都交得差不多了 我也任由她休息 淡淡的清香传来 她鼓鼓的脸蛋显得格外可爱 我把衣服脱下来 为她披上 静静地看着她 就在这时 我却发现在复习资料中 还有一本粉红色的印刻本子 看起来不像笔记本 正当我要拿过来的时候 卢雪忽然抓住了我的手 她醋眉微皱 雪白的脸表达不满 谁让你拿我东西的 似乎是抵挡不住困意 将本子塞到胸下面后 她又睡着了 这一举动搞得我有些纳闷 这本子里面 有什么不能看的吗 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渐渐的 天亮了 我和卢雪 起来收拾好东西 直接奔向考场 互相加油打气后 我便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考试 6月8号下午 随着最后一门英语的结束 我整个人神清气爽地走出了门 结束了 终于考完了 现在的我已经确定 我拿720分了 只需要等到录取通知书发来 我就能彻底开始新人生 然而 就在我等着柳如烟过来找查时 却发现她的身影已经到了路边 硬穿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玩 当然是去老地方 好好放松放松 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才刚刚考试结束 这对狗男女就忍不住要去潇洒快活了 把我利用完之后 柳如烟甚至连看都懒得看我 直接坐进了黄云川的豪车 呵呵 继续潇洒吧 我冷冷地笑了一声 我看等通知书出来后 你还能不能那么潇洒 就在这时 卢雪走过来 成峰 你感觉考得怎么样 卢雪看起来非常高兴 整个人都非常轻盈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做题总感觉基本上没有难度啊 所有的题都会 是啊 我呵呵笑道 我也是这么觉得 多亏了你昨晚上的帮助 这题能有难度吗 我都把饭喂到你嘴边了 也得谢谢你啊 昨天跟着你 我意外复习了好多知识点呢 卢雪走了过来 主动邀请道 这几天陪我玩吧 我怕你又想那个柳如烟 好啊 我正想说这事呢 看到我的反应后 卢雪似乎松了口气 接下来的十多天 我和她一边玩一边坚持 她是为了挣钱补贴家用 而我却是想办法给柳如烟那个贱人花钱 不过我倒也没傻到那种程度 现在哪怕是给她买一瓶水 我都舍不得 系统 如果我赔柳如烟医药费的话 算给她花钱吗 我脑子里灵光乍现 心里暗笑 医药费也算 得到回答后 我便彻底放心了 既然这样 那我可不得好好发挥 十天过后 到了出成绩的日子 原本是在家里查成绩 但班主任突然把所有高三学生 都叫回了学校 等我来到学校的时候 才发现四处都挂着横幅火花 恭喜三中出了两个状元 看到这句话 我便知道我和卢学文了 哎 今天把咱们叫来啥事啊 听说咱们学校出了两个状元呢 一个省状元 一个是状元 这下可有的好戏看了 我的天妈 两个状元 不是吧 咱们学校有史以来 也就出过一个是状元啊 我知道是谁了 肯定是五班那个柳如烟 和学霸黄映川 快去看看 听到四周的议论声 我迈着步伐来到了五班的教室 班主任声称要搞什么表彰大会 甚至还叫了一些人的家长 晚上十点就是出成绩的时候了 不过这次叫你们来 不仅是为了一起看成绩 班主任肥胖的脸上满面红光 露出一排恶心的牙齿 因为我们班出了两个状元 其中一个还是全省状元 所以特地表彰祝贺 听到这话 台下的同学都发出吃惊声 估计没想到两个竟然都在五班 我已经打电话和市里问了 市长和领导马上就会来发奖章 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班主任说着说着 笑着转向柳如烟 如烟 作为这次的省状元 你有什么感想啊 我呢 没什么感想 毕竟今天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的 我也只感谢我自己 柳如烟坐在教室中间 用鼻孔打量着众人 你们考不好也是可以理解的 人与人的脑子都是有差别的 不是靠努力就能弥补的 听到柳如烟如此嚣张的发言 在场的同学却连声音都不敢吭一声 只能强忍笑着表示祝贺 好 恭喜柳同学 恭喜 估计在他们看来 现在柳如烟已经考上省状元 再不快点八级的话 以后可就没这么好的机会了 班主任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随后又笑着看向黄映川 小明 这次你考了是状元 也是非常傲人的成绩啊 那是自然 我从小成绩就优秀 考个是状元不是轻轻松松吗 黄映川用眼角撇了撇柳如烟 如烟 你准备报哪所学校 是清华还是北大 我都可以啊 看他们谁更卖力一点吧 要是把我哄不开心 我可就不去了 那好 我跟着你选就行了 其他学校都入不了我的眼 听着两人凡尔赛的言论 同学们纷纷送上夸赞 不愧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霸啊 这次居然能考到两个状元 天哪 真是天生的一对啊 太羡慕了 这时 我缓缓动身走进了教室里 但所有人看到我 都像是过街老鼠一样 成风 你这废物怎么来了 班主任恶狠狠地说道 赶紧滚出去 不要在这扫我们的兴致 有几个同学说道 一会儿大领导就要来了 你站在这里不觉得晦气吗 快滚出去 别打扰了我们 黄映川看着我身上 还没有来得及拖的饭店围裙 嘲笑道 哟 这是刚收拾完桌子赶过来吗 你说你来这种地方干什么 你那250分的分数有必要查吗 干一辈子服务员得了 全班顿时哄笑一团 对我嘲笑不停 在人群中 我看到了卢雪正担忧地望着我 我知道 她在等我做出回应 我为什么不能来 今天的主角可是我 该滚的人是你们 我淡淡开口道 听到这话 柳如妍朝众人摆了白手 示意他们停下 随后双手抱胸说道 成风 几天不见你脑子坏成这样了 不过你说的倒也没错 今天的主角是我 你作为我的一条狗 沾沾光也倒是很合理 她脸上如同沐浴着春风一般 向我勾了勾手 重复着那一句说了无数次的话 马上滚过来 给我把鞋子舔干净 今天的我是要领事理的奖状的 容不得一点脏东西 黄映川在旁边笑道 没听到如烟让你来舔鞋吗 还不快滚过来 所有人都以为我会像之前那样继续舔过去 然而现在我已经拿到想要的东西了 柳如烟在我眼里 连地上的狗屎都不如 见我没有动作 柳如烟决定给我一点惩罚 她张开嘴道 成风 你现在是不是翅膀硬了 不听实话了 要是再敢反抗我 这辈子你就别再见到我了 柳如烟给自己找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看看你这个垃圾样子 连个大砖都考不上 只能去外面当服务员 一个月拿个两三千 怎么养得起我 只有小明这样的学霸才能配得上我 她家里可是开工厂的 你连她的一个毛都比不上 黄映川问言走到柳如烟旁边 像是在故意挑衅般对我说道 趁现在你还能和如烟见面 赶紧多甜甜女神吧 要不然以后连当狗的机会都没有了 看笑话的同学也开始冷嘲热讽 我说她怎么来这了 原来是屁颠屁颠地跟着柳如烟了 估计是看到黄映川和自己女神在一起 心里不舒服吧 做甜狗就要有甜狗的觉悟 快点过来甜鞋吧 顺便把黄映川的也甜甜 这才是终极甜狗 哈哈哈哈 现在的柳如烟以为自己拿到了分数 可以把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我甩开 转头和黄映川在一起 所以她才能大言不惭地说这种话 甚至连披股都懒得了 然而柳如烟不知道的是 我已经不是之前的我了 你听了没有 是龙了吗 柳如烟有些不耐烦了 你自己废物还不让我追求幸福吗 猪狗不如的垃圾东西 还在这伤感起来了 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我现在是高考省状元 被清华北大抢着要的人才 给我舔鞋是你的荣幸 别给脸不要脸 她以为我不动是因为受到刺激 然而我却冷笑开口了 你自己没长手吗 还是说残疾了 身子残了无所谓 不要连脑子也残了 听到这话的柳如烟脸色突变 瞳孔皱缩 成风 你他妈说什么 现场的气氛顿时降到冰点 似乎谁也没料到我会说出这种话 班主任脸色铁青 指着我怒骂 赶紧和如烟道歉 你这狗东西太不知好歹了 道歉 可以啊 我将自己的鞋子抬了起来 柳如烟 你也过来给我舔舔鞋子 我就给你道歉 我感觉四周的空气顿时静止了 同学们直接炸锅了 倒反天刚 倒反天刚啊 我的天 这乘风是变了个人吗 完了 这下柳如烟要发飙了 果不其然 他整个脸变得无比愤怒 直接抄起一旁的书本就向我砸开 然而我却不紧不慢地接住了 曾经我被这样无数次的霸凌欺辱 从来没有还过手 久而久之 柳如烟就觉得自己不可一世 随随便便就能打赢我 可他没想过的是 我不打他 只是因为我不想打他 我若是想打他 刷 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 我的手抽成线条就飞了过去 书本页面哗啦狂舞 直奔柳如烟头而去 砰 柳如烟被我砸中脑袋 从椅子上翻了过去 倒在地上 你妈没教过你 不要乱对别人动手嘛 我双手抱胸 冷冷开口道 我不介意来教教你怎么尊重人 反了 反了 班主任暴跳如雷 你是怎么敢动手的 要是砸伤了柳如烟 你这辈子就完了 这可是我们的省状元 你不要命了吗 所有人都冲上去 把柳如烟扶起来 但他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额头红了 你 你 柳如烟指着我 头发都散开了 成风 你是怎么敢的 估计他完全想不到 明明软弱了几年的我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在柳如烟的眼里 我还是耐个随叫随道 俯首称臣的狗 我却用看小丑的眼神看着他 柳如烟 你是不是还以为我会舔你啊 麻烦你撒抛尿 看看自己什么样行吗 狗屎至少还能用来施肥 你有什么用 让人恶心 听到我这极具侮辱性的话后 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 柳如烟想骂我 然而他却发现 自己什么筹码也没有了 因为现在的我不会再舔他了 这也就意味着 他失去了所有的控制权 以前我稀罕你 你就是宝 现在老子不稀罕了 你他妈就是跟狗尾巴草 这时 黄映川却指着我说道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犯了故意伤人罪 你打的可是高考省状元 我告诉你 今天你是走不了了 全家人都得交代在这 听到他的威胁后 我却不屑一笑 什么 故意伤人罪 我这里也有点故意杀人罪 你要不要看看 说完后 我将衣服脱了下来 露出满身的伤疤和结架 我指了指额头说道 这个最清晰吗 这是用KTV的玻璃烟灰刚砸的 头骨轻微骨折 加上脑震荡 新鲜着呢 这个是用高跟鞋踩的瘀青 这个是用指甲抓的血痕 还有这个是用三角尺筒的 看着我满身的伤痕 所有人都没了声音 只能看到卢雪坐在角落里流泪 不知道是因为心疼 还是在为我的反抗感动 活生生的罪证摆在眼前的时候 柳如烟却不敢说话了 我开口说道 还要看其他的地方吗 这些够了吧 人证我是指望不上了 毕竟都是一群行尸走漏的人渣 不过学校的监控应该有很多记录 你要是不怕的话 我可以和你此刻到底 如果爆出来省状元居然还有校园霸凌的历史 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更何况你还不一定是省状元 听到我说的话后 柳如烟阴沉着看着我 成风 你是在威胁我吗 这些只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 是不是小打小闹 去了警局就知道了 我不介意跟你多掰扯两天 终于 没人再敢提这个事情了 柳如烟也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但他不知道是 这一次还手仅仅是我的第一次 我还有的是办法让他长受折磨 这时黄映川突然站了出来 等等 你说如烟不是省状元是什么意思 分数几乎都已经确定了 你还想在这里妖言获重 我什么时候妖言获重啊 分数不是还没出吗 我指了指班主任说道 这头猪说什么你们就听什么 他说柳如烟是省状元 柳如烟就是省状元吗 班主任听到我这样骂他 气得直接走了过来 你说什么 你他妈是不是皮痒了 怎么 你也想来动手吗 我冷冷看着他 有种你试试看 班主任哼了一声 我警告你 今天是我们庆祝的日子 你这废物少在这里搅乱气氛 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黄映川也呵呵一笑 就是如果省状元不是如烟 难不成还能是你这废物 我摆了白手说道 是啊 我就是省状元 你猜对了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我还以为他便正常了 没想到脑子还是有问题 250分考省状元 今天没睡醒吗 你要是省状元 老子跪下来叫你爹 行了行了 别被这废物影响心情 咱们继续我们的大会 班主任走上前去 谄媚地对柳如烟说道 如烟 你不要紧吧 别和这废物一般计较 你现在可是珍贵的高考状元 以后是要成大财 成为咱们学校骄傲的 是啊 别跟这傻子计较 听到众人的追捧后 柳如烟又恢复了 以往的嚣张神色 得意地坐在椅子上 我现在是高考状元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成风 你别以为在我面前能得瑟 你当一条狗 就一辈子是狗 等着永远被我踩在脚下吧 他冷笑一声 似乎在脑子里面幻想着 一会拿到成绩的喜悦之情 黄映川也点了点头说道 是啊 咱们两个是清华北大 都抢着要的人才 以后他也只配来我工厂里打工 全班直接将我冷落无视 继续召开着他们的表彰大会 这时 卢学走到了我面前 叹了口气说道 成风 你终于醒悟了 今天的你看起来很勇敢 是吗 那样可就太好了 我呵呵一笑说道 要不我们出去逛一会儿吧 在这里站着感觉很不舒服 好啊 我和卢学走了出去 打算等成绩出来的时候 再返回办公室用电脑茶 卢学有些可惜地说道 没想到考得最好的居然是柳如烟和黄硬川 我原本还对自己抱有一丝希望来着 别怕呀 现在结果不还没出来吗 是没出来 但是我大概只能排第三了 卢学刘海下的大眼睛很清澈 不过也没事 能考上个重点本科我也知足了 就是有点担心你的成绩 我咳嗽两声说道 不用担心 大不了到时候我就选个和你进的学校 咱们天天都能在一块玩 现在卢学还以为柳如烟成绩比他更好 所以觉得自己没机会上清华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次的我是省状元 而他则是梦寐以求的是状元 我们漫步在太阳落山的校园里 回忆着儿时发生的事情 无比美好 卢学和我走得越来越近 似乎想要告诉我什么 却一直没开口 对了 高考前一晚上你那个本子里面写的什么 为什么不让我看 我突然想起这个事情 于是便好奇地问他 那个 你真的不知道 卢学狐疑地问了我一句 我茫然地摇摇头 他说道 好吧 等以后再告诉你 这时天色已经黑了 我们也兜兜转转回了之前的教室 然而还没走到教室门口 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声音 你来这儿干什么 大好的日子全让你们这些晦气的东西破坏了 班主任骂骂咧咧地对着一个声音吼道 老师 我是来给小冯送药的 他已经一天没吃喂药了 我有点担心 母亲看了一眼教室后 发现没有我的影子 便将药递给班主任 麻烦您帮我转交给他好吗 谢谢了 然而班主任抓起他手上的药 就甩在地上 滚远点去 什么玩意 你那个废物儿子平时就是磕老鼠屎 次次拖班级后腿不说 今天还打了我们的省状元 你还好意思来学校 真是机窝里飞不出凤凰 看到你这样子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赶紧爬出去 可怜的母亲 看到自己的药撒了一地 只能卑微地蹲下去 一颗一颗地捡回来 这些药都是花了钱买的 掉了疯的病就治不好了 母亲叹了口气 但因为眼睛不好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几颗 其中一颗药滚到了柳如烟的脚旁边 母亲便慢慢走过去捡 老太婆 你他妈烦不烦 别在这碍事了 柳如烟不耐烦地说道 和你那死儿子一个贱样 看着就恶心 离我远点 他一脚踹翻了母亲 然后把地上的药丸踩得粉碎 妈 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几秒钟之间 我从后门走到前门的功夫 母亲就已经倒在了地上 内心的怒火再也忍不住喷涌而出 我冲进教室将它扶了起来 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快把药吃了 母亲皱了皱没说到 我就捡到了几颗 你将就吃吧 你们真的太过分了 凭什么推阿姨 卢雪也忍不住了 站出来质问柳如烟 你哪只狗眼睛看到我推他了 明明是他不小心摔的 柳如烟一如既往的不要脸 再说了 我推了他又怎么样 你不服气吗 班主任也跳出来说道 是这个老太婆先影响如烟心情的 你不要在这虎脚蛮缠 卢雪 别以为你成绩还不错 我就会惯着你 我对每个人都是一世同仁的 看着班主任冠冕堂皇的样子 卢雪皱了皱眉 和你们这些人待在一个教室可真恶心 你个贱人还恶心起来了 你考得到省状元吗 柳如烟指着卢雪骂道 我看你跟乘风关系不简单啊 估计家里也是捡垃圾的吧 是你们三个恶心到了我们 我们没找你们赔钱都算不错的了 赶紧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们 对 滚出去 所有同学都跟着附和起来 黄映川也走过来嘲讽道 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也只配打动了 看你妈这个样子 一家人注定要捡一辈子垃圾 你们身上的臭味已经影响到我了 趁大领导还没有来赶紧走 别特么不识抬举 听到这些话的我攥紧拳头 恨不得冲上去 让他们彻底闭嘴 凭什么要走 你刚刚可是推了我妈 你以为我会就这样放过你吗 我冲着柳如烟开口 然而他却根本没当回事 哎哟 我推了你妈又怎么样 你可真是爱你妈啊 柳如烟开始疯狂攻击我 你这种废物也配有妈吗 我看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忍不住想要冲上去 却被母亲拦了下来 芬儿别冲动 咱们惹不起他们啊 听说这个女还是什么状元 要是你把她打了 我们家可就彻底完蛋了 妈你别怕 让我来处理 我强压着心里的怒火 将母亲扶到了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给我站起来 谁让你们坐了 班主任指着椅子说道 教室里的椅子不允许废物坐 快点站起来 我直接无视了她 对柳如烟说道 柳如烟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马上跟我母亲道歉 否则再等一会 信不信我让你哭出来 听到我的话后 她不仅没有丝毫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地笑了出来 道歉 你让我道歉 陈锋 你是不是忘记之前 在我脚下当狗的日子了 看看你以前的卑微的样子 现在翅膀硬了 想让我给这死老太婆道歉 你就特么的做梦吧 我告诉你 你们一家人都是牛马 连让我正眼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 我捏了捏拳头 卢雪和母亲则是在一旁不停安慰我 算了吧 成风 咱们还是走吧 没必要和他们计较 卢雪叹了口气说道 像他们这种人最不值舔齿了 我们别在这查分了 还是去网吧查吧 母亲苦涩地摇了摇头 风 妈知道你是不想让妈受委屈 可是这个苦妈能吃 只要你不要惹出事端来就行了 我们还是走吧 不行 我冷冷开口道 今天 他 柳如烟 还有其他人 所有人都要道歉 听到我的话 所有人仿佛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道歉 他算什么东西啊 真是搞笑 竟然还要我们道歉 你配吗 成风 你今天是不是脑子臭了什么疯 柳如烟盯着我说道 你觉得凭什么我会给这老太婆道歉 你是不了解我是什么人吗 我怎么不了解你 我冷笑着说道 一个只会吸血的寄生虫 一个刁钻蛮横的泼妇罢了 你 你什么你 我说的有问题吗 我看你真的是分不清大小王了 柳如烟脸色再次浮现怒火 一张刁蛮的嘴张开 我把话放在这 想让我道歉 没门 不过反过来 你还得带着你妈跪在我面前道歉才行 你现在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心情 严重耽误了国家人才的发展 一会等大领导来了 看他们怎么收拾你 对 现在你的问题可不小了 班主任借题发挥 恶狠狠地说道 惹怒了省状元 你们两个都是罪人 赶紧跪下来道歉 要不然等会有你们三个好受的 所有人都开始跟着起哄 应该是都想巴结柳如烟这尊大佛 柳如烟现在以为还能凭自己高考的身份压我 然而她做梦也想不到 真正的省状元其实是我 风儿还是让妈去和他们道歉吧 母亲苦笑着说道 都怪我不好 我今天不该来教室找你的 妈 你别听他们的 我咬牙说道 这教室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会儿我要让他们亲自给你道歉 这时 柳如烟又开始泛起箭来 成风 原来你妈跟你一样是个孬种啊 快让她过来给我道歉啊 人家愿意得很呢 你要是不想当我的狗 让你妈来当我也勉为其难接受了 先过来跪着给我把鞋擦干净 就算你道歉了 听到这话的我再也忍无可忍 直接冲了上去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妈也是条狗 怎么 你还敢打我不成 她本以为我不敢打她 然而她想错了 我不打你 我的医药费怎么给呢 我不打你 我怎么把以前的怒火回报给你呢 柳如烟瞪大着眼睛 死死看着我 来啊 你敢先动手吗 有种试试看 啪 她的话音刚落 我就一巴掌呼了上去 柳如烟捂着脸 惊恐而愤怒地看着我 你竟然敢打我 你 啪 又是一巴掌 我论圆了胳膊扇过去 一字一句说道 给我妈道歉 成风 你是不是疯了 快点放手 班主任暴跳如雷 整个人都快飞起来了 然而我却死死地抓住柳如烟 我让你道歉你听不到吗 柳如烟用憎恶的眼神看着我 快点把我放开 要不然 啪 又是一巴掌飞了过去 我的手被打得生疼 柳如烟半张脸更是肉眼可见的红肿 成风 你这混蛋 他撕心裂肺地尖叫着 硬川快点救我 一旁的黄硬川直接冲了过来 你要反了吗 快点放开他 你再走一步试试 我冷笑着看着他 鬼远点 不然老子连你一起打 黄硬川果然怂了 估计是怕我破罐子破摔 像他这种富二代和学霸 最担心的当然是自己的安危 哪会在意柳如烟呢 曾经柳如烟得罪了校外的人 为了平息怒火让我跑去顶锅 我被十来个人按在地上打得鼻青脸肿 他却在旁边笑打得好 看看你的学霸男神 他敢来帮你吗 我冷笑道 柳如烟 这几个巴掌不仅是替我妈打的 还是替我这么久以来被你压榨打的 老子高一的时候 还是前三的优秀学生 要不是你跑来勾引我 我哪会被你洗脑 你这下贱的捞女 害得我那么惨 打死你也不解恨 听到这话 其他人似乎都有些吃惊 可能是他们以为我舔柳如烟 是因为我喜欢他 却不料是柳如烟率先勾引我 然后再对我疯狂洗了脑 陈锋 你快点放手 班主任急的大叫 就算这样 你也不该打如烟 我会告诉你 再不放手我就报警了 要是把柳如烟打坏了 看你怎么跟领导交差 母亲和卢雪也过来劝我 让我别下太重的手 以免酿成大祸 我自然是有分寸的 抓住柳如烟的头发 不让他挣脱 黄映川像是找到了机会 立马说道 对 我现在试试状元 如烟是省状元 你敢对我们动手就完了 分数都还没出 你就知道完了 我冷笑道 不管你是什么状元 今天必须给我妈道歉 谁要是再不道歉 我就在扇柳如烟的耳光 直到你们所有人道歉为止 懂吗 柳如烟被我抓了 疼得大叫 快来帮我啊 都愣着是干什么 他明显不想道歉 所以想让其他人把我制服 然而这群人本来就是 一秋之河的东西 怎么可能冒风险来帮他 就这样 他们既不到歉 也不敢上来帮忙 局面一时间僵持着 柳如烟还在破口大骂 班主任刚想报警 却接到了一个电话 喂喂 好的好的 你们快上来吧 我这里出状况了 班主任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把校长也叫过来 咱们的省状元被欺负了 挂断电话后 他指着我骂道 成风 你这辈子彻底完了 市里的领导已经来了 校长和教务处主任马上就到 你赶紧跪下来求饶吧 母亲听到这话顿时慌了 马上跑过来抓我的手 风 可别做傻事啊 要是等领导来就来不及了 快放手吧 我不忍心见他如此焦急 卢雪也走过来担忧道 成风 咱们先放手 有什么事情等会再说 犹豫了一下 我还是将手放开了 行 先让我妈开口了 那就等人来了 我再慢慢找你们掰扯 挣脱束缚的柳如烟 立马换了一副表情 指着我说道 成风 你完蛋了 得罪了我 你一家人也别想好过 还想掰扯 一会等校长来了 你就跪下来求饶吧 班主任冷亨一声说道 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也敢得罪省状元和诗状元 听到这话的 我将卢雪拉到自己身边 冷笑道 是啊 你们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还敢得罪省状元 今天不让你们道歉 我就不幸诚 黄映川骂道 反了你还 你的意思是 你还是省状元 我说 怪不得他这么嚣张 原来以为自己是省状元啊 他到底是怎么敢的 同学们迅速站队 对我口注笔伐 而此时 柳如烟也抓住机会 知道我不听使唤 便对着我母亲说道 喂 老太婆 想让你儿子没事的话 就滚过来 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我拦住母亲说道 妈 你别听她的 我才是真正省状元 但母亲怎么也不会相信 说着就要往地上跪下 我拉都拉不住 疯 妈保护不了你一辈子 今天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以后老老实实的就好 然而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 声音 校长来了 市里的领导来了 听到这话 班主任和其他人欣喜若狂 来了来了 终于来了 还在那干什么 快去迎接啊 所有人一窝蜂跑到门前 随后走进来几个 穿着行政衫的人 定睛一看 其中有我们的仪式执掌 以及教育司的高层 领导 你们终于来了 省状元和市状元 都在里面等着呢 班主任一脸谄媚地说道 只可惜有人要搞破坏 差点打伤两个优秀人才 笨 还有这种事 领导脸上浮现怒火 随即便大步走了进来 黄映川和柳如烟不停笑着 还扭过头来对我说道 你完了 等着受到惩罚吧 听到这话 母亲和卢雪脸色都不太好 但现在也只能看着两人 跑到领导面前刷存在谈 领导 我叫柳如烟 我叫黄映川 两人像只小丑一样 在旁边跳来跳去 然而领导连理都不理 只是淡淡说道 嗯 好 现状我笑了笑 坐在椅子上继续等着 班主任有些纳闷 领导 这两位就是我们的状元啊 您不是要颁发奖章吗 然而领导看了两人一眼 直接说道 我什么时候说的是这两个人 班主任大惊失色 不是他们的话又会是谁 柳如烟愣了一下 问道 是啊 领导你是不是记错了 我可是考了七百多的 我不会记错 领导拿出一张名单说道 请问哪两位是成风和卢雪 我 我毫不犹豫地举起手 旁边的卢雪还在发愣 我捏着他的小手举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所有同学都睁在了原地 用一副见了鬼的眼神打亮我 原来是你们两位啊 准备准备颁奖吧 领导立马换上一副笑容 和其他人走了过来 班主任整个人都像傻了一样 在旁边问道 是不是搞错了呀 卢雪我可以理解 这个成风是什么状元 领导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我怎么知道 你们自己查 时间到了 可以查分了 人群里有声音传来 所有人都跑到电脑面前 柳如烟如风了一般尖叫 让我查 让我先查 我在台下都能看到 她的脸上出现了恐怖的变化 不知道等会查到分数 会是什么表情呢 242分 这怎么可能 到底是怎么回事 柳如烟的尖叫声 传遍整个教室 所有人都在惊呼 直到查了好几遍后 她才消停下来 整个人如同丢了魂一样 在旁边站着 接下来 黄映川也上台查分 眉头都快皱到嘴巴里了 580 这特么什么情况 我不是应该考600多的吗 怎么回事 看了两人一副吃了食的表情 我差点就笑出来了 高考前一天 他们还在外面胡吃海喝 再加上黄映川成绩 本来就忽高忽低 能考500多都不错了 至于柳如烟嘛 我不过是把他前世做的事情 还给他罢了 柳如烟突然说到 快查他们两个分数 肯定是弄错了 乘风这种垃圾 怎么可能考到省状元 同学们立马在电脑上忙起来 不一会便有了结果 乘风 总分720分 卢雪701分 轰 我感觉现场的空气都安静了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估计这次已经颠覆了他们的认知了 芬 你居然考了720分 母亲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语气中带着欣喜 卢雪还没从惊喜中反应过来 我们居然真的是状元 成风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的眼睛一眨一眨的 好奇又震撼 不 这怎么可能 柳如烟彻底破防了 感觉失去了一切地位的她 快要哭出来 为什么你能考纳吗 这不是真的 你肯定用了什么手段 可现在的她 竟不是省状元了 说的话没有一个人听 这时 领导走过来问道 不是说你被谁欺负了吗 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话 所有同学都吓得不敢吱声了 现在的我地位已经反转 他们看我和看鬼一样可怕 不过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 就由自取罢了 如果以前没人欺负我 又怎么会怕我报复呢 欺负我的人可就多了 这全都是呢 我冷冷看着他们说道 这些人侮辱我和我的母亲 我承受了整整三年的校园暴力 尤其是这个叫柳如烟的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现在我只想让他们亲自给我母亲道歉 不然的话我会追究到底 听了我的话后 领导冷冷开口道 这是真的吗 所有人都没了脾气 现在灾难降临到他们身上 每个人连声音都没了 以前那些嚣张跋扈的样子荡然无存 校长见状 立马站出来说道 快点道歉 做的事不想承担吗 对不起 我们不该辱骂你 同学们不情愿地开口 而柳如烟亮亮呛呛地走了过来 原本他十分不情愿 但在校长的催促下 还是妥协了 对不起成风 我不该欺负你三年 还有我母亲 快点 我冷冷开口道 他迟疑了一会儿说道 对不起阿姨 我不该叫你老太婆 不该用脚推你 解决完这一批人后 我又指向了班主任 还有他 班主任看到我指向他后 立马急地跳了起来 开始推卸责任 成风啊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我以前对你这么好 他赶紧跑到我面前说道 你就算不记得老师的好 也不能说老师坏啊 是他们把你惹生气了是吧 我回头好好教育他们 一定让你高兴 看着他这副讨好的样子 我心里直犯恶心 你不觉得你才像一条狗吗 我冷笑一声 一条屈炎富士的哈巴狗 班主任愣了下说道 对对对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就是条哈巴狗 别以为这样就能躲过之财 我冲他说道 好好想一想 你以前给我穿了多少次小鞋 每次我和柳如烟待在一起 你永远只惩罚我一个人 每次调座位 我永远坐在最后面 每次打扫卫生跑腿 我永远被安排被针对 你不仅拿我开了无数次玩笑 还当众辱骂我 威胁我 这些是不是都忘了 我冷怒说道 需不需要我好好帮你回忆一下 听到这话 班主任彻底被吓傻了 别别别 我向你道歉还不行吗 之前的事是老实不对 我不该那样对你 请你原谅我吧 我直接打断了他 别说你自己是老师 我听到都恶心 领导冲校长使了个眼色 后者立马过来 没想到你居然是 这种败坏失德的人 你被开除了 马上滚蛋 不 不要啊 班主任显然知道 一旦被开除 意味着他在教师这条路走到头 不过像这种人 留在学校也是一种负面影响 学校要是想宣传招生的话 必须把这个祸害除掉才行 见到这一幕 其他同学都惊呆了 没想到我一句话 就可以让班主任直接滚蛋 所有人脸上都是一副害怕的表情 看到我情绪好得多了 领导便邀请我和卢雪前去颁奖 全校的人都闻讯赶来 校长特地把所有的灯都打开 现场如同白天 让我们恭喜成峰同学 成为我们本省的省状元 在此特地奖励五十万和住房一套 还要恭喜卢雪同学 成为全市市状元 特地奖励二十万和住房一套 张仪趁着夜色赶过来 站在台下都要感动哭了 而我的母亲也是满眼泪花 满眼都是激动的神情 我知道 我们两家的命运从此被改写了 从这一刻开始 我们的腰终于能直起来了 受了半辈子屈辱的母亲 终于能扬眉吐气 治好疾病 过上人人羡慕的生活了 成峰 谢谢你 想起来是我提供的知识点后 卢雪非常感激 其实 其实我 这时领导突然问到我们 两位同学 要不要带着你们的家长 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我和卢雪相识一笑 随后将母亲请上了台 颁奖典礼都快结束了 我才看到柳如烟 失魂落魄地站在台下 冲着上面大喊 不 不 这一切明明都是我的 凭什么考状元的人是你 成峰 他骂了我好一会儿后 又跑到黄映川面前说道 映川 你听我解释 成峰肯定动了什么手脚 我不可能只考两百多 给老子滚开 你这废物 黄映川原本就心情不好 直接大吼一声将他推开 都是你这狗东西一直带我玩 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考这点分 你以前肯定是靠作弊才考第一名的 滚出我的视线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说完后 黄映川便抛弃柳如烟直接走了 此时的柳如烟彻底承受不住 直接嚎啕大哭地蹲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我心里爽快极了 哭吧 给我狠狠地哭 我前身拿到分数的那晚 直接哭晕在了路边上 而你还在酒店和你的好学霸放纵欢愉 这都是你应得的报应 四日 是李张洛打鼓 到处拉起横幅宣传 然而正当我和卢雪出门的时候 却发现柳如烟站在门口 拿着一张化验单 成风 你要对我负责 你是不是有病 我负什么责 我接过化验单一看 没想到竟然是柳如烟检查出来 已经怀孕了 成风 这件事情跟你也有责任 别以为就这么算了 柳如烟对我依旧是那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他打心里 就一直把我当成 低人一等的东西 卢雪扭头看向我 眼神复杂 而我却冷笑说道 柳如烟 用不用我花点钱 给你这脑子 我什么时候和你睡过 想拿这个来要挟我 你当我傻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黄映川干的那些丑事 他不想接盘 你就来找我 滚 我将化验单拍到他脸上 柳如烟脸色难看了起来 成风 你什么态度 孩子不是你的 就不用负责吗 你之前不是说过 要伺候我一辈子吗 现在怎么不做数了 我一把将他推开 伺候你 我可去你马的吧 你到底哪里来的脸来找我 我现在不给你两巴掌 都算好的了 赶紧滚 看到我这样对他后 柳如烟眼里闪过一丝忧怨 成风 昨天你拿了那么多钱 好歹要给我一些吧 再怎么说 我也赔了你两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有这么冷闲吗 哪怕是挑狗 也该有感情了吧 听到这话 我呵呵一笑 你说的对啊 哪怕是挑狗 都有感情了 就怕有些人 连狗都不如 想想高考结束 你怎么对我的 要点脸行吗 听听你这些话 不觉得荒唐吗 我带着卢雪转身就要走 可转念突然想到 柳如烟那里还剩两万块钱 没有花 如果能凑到十万的话 就能搞到他全部家产 于是我又折转了回去 你要钱是吧 行 我给你转点 就当是施舍了 我给柳如烟赚了2.2万过去 系统随即响起了提示音 叮 花钱成功 目前进度十分之十万 宿主随即购买250万彩票 即可获得税后200万奖励 听到这里 我心里终于爽了 系统发放奖励的方式是彩票 我随便买都能中奖 而柳如烟那边应该会出事 然后卖房赔钱 行了 钱已经转给你了 拿去当医药费吧 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 我原本以为 他收了钱之后会安分一点 然而我还是小瞧了 柳如烟这贱人的恶心程度 什么 才两万块 柳如烟不满地说道 你昨天拿了五十万的奖金 居然才两万就想把我打发走 你当我是要饭的吗 我转过身来看着他 你到底要不要 不要就退给我 不要废话 怎么不要 你给我钱本来就是应该的 柳如烟又开始掰扯起了 他那套歪理 你别急 等我给你算个账 我高中和你谈了两年恋爱 算一天五百 你怎么也得给我二十万吧 一旁的卢雪都看不下去了 柳如烟 你到底要不要脸 你折磨成风两年 他没找你要钱都算不错了 而且除了这些 之前他也为你花了好几万 这些你倒是还回来啊 柳如烟见说不过卢雪 咬牙威胁道 关你什么事 你这臭彪子 你有什么资格 啪 他的话还没说完 我一巴掌扇了过去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还以为自己是不可一世的公主吗 你现在就是个垃圾 摆正自己的位置 我告诉你 这两万块是我施舍给你的 拿着钱给我鬼远点 再让我看到你 见一次打一次 被我一通骂后 柳如烟彻底不吱声 只是咬着牙看着我 眼里全是怨气 仿佛今天的一切 都是我造成的事的 成风 你有种 给我等着吧 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放下两句狠话后 柳如烟便直接跑下了楼道 卢雪叹了口气说道 被欺负这么久 我都有点心疼你了 而我却是无所谓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给柳如烟花了那么多钱 何止是这些 卢雪伸出白金的小手 仔细盘算着 你天天给他买早饭 带午饭 跑腿 装水 干的活我数都数不过来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之前暑假还去厂里打工吧 我有些惊恶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讲过 傻瓜 我不会看的 卢雪对我做了个鬼脸 随后扯着我的衣服 快点走 领导他们还在下面等我们呢 来不及多想 我们两个匆匆忙忙下了楼 作为两个状元 大家可谓是给足了我们仪式感 而且更为夸张的是 还来了不少的招生老师 来抢我们 先考虑一下我们清华吧 还是读北大吧 如果你能来读的话 专业可以随便选 除了清华和北大以外 还有不少重点高效的招生前来 我和卢雪被团团围住 一时间有些难以抉择 在此之前 我还没有认真想过 到底是要读清华还是北大 因为这两所高校 对于我来说都区别不大 我可以凭借其他的能力来赚钱 陈丰 你想读哪个学校 卢雪突然将我拉到一旁 看起来有些扭念 读哪个都行啊 怎么了 其实 其实我想和你读一个学校 卢雪似乎像古迹勇气般说道 但是我的分数要差一点 很可能不能读同一所大学 我摆了白手说道 没事啊 你选哪个我就选哪个 不影响的 不行 卢雪摇了摇头 显得非常认真 你不能因为我耽误了自己的前途 你的分数可以选最好的学校和专业了 这个 听到这话的我有些感动 没想到卢雪永远会为我考虑 突然 我心里下了一个决定 各位招生老师 你们想让我去读书可以 不过得把这个女孩一起带上 北大的招生老师听后 犹豫了一下 可以 她的分数也可以勉强上 服从调剂就可以了 然而我却非常坚定地摇摇头 不 我不要服从调剂 最好是能安排到一个专业同一个班 不可以的话我也不勉强了 听到这话后 卢雪的眼睛里都快冒小惺惺了 见北大还在犹豫 清华直接冲出来说道 我们可以 专业随便选 我会把你们安排到一起 行 那我们就填清华了吧 卢雪还没反应过来 我就已经做了决定 她有些感激地说道 成峰 谢谢你 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法你了 没事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慢慢抱她 我半开玩笑地说道 她的脸突然就红了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 卢雪这丫头 估摸着对我有点意思 只是没有明显的证据而已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在网上填了志愿 市里送的房子也过了户 我们两家人都搬到了漂亮的精装新房里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 柳如烟竟然还要来打扰我的生活 而且做了一件让我无法容忍的事 风啊 妈有你真是骄傲啊 现在咱们家总算是熬出头了 母亲拍了拍我的肩膀 长舒了一口气 今天 我刚刚把母亲的肺病查出来 进行治疗 由于现在我有了钱 所以治疗也提前了 医生说要是再晚来几周 病情就会恶化到中期乃至后期 五星一开始 还让我不要在她身上乱花钱 本来就是一把年纪的人了 然而我却执意要治好她的病 妈 你累了半辈子 也是时候该享福了 母亲点了点头 欣慰笑了 你张仪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我把菜再去热一下吧 来了来了 话音刚落 张仪和卢雪就来到了门口 我们四个聚在一起 吃了顿饭庆祝 张仪在桌上很兴奋 说也不用在饭店劳累了 和卢雪他爹开了个小超市 以后就赚点钱虎口就成 张仪 这是我之前借你的两万块钱 现在还给你 我把两叠钱 整整齐齐地摆放到她的面前 我说过 我会带你们过上好日子 也会带卢雪考上清华 哎呀 你这孩子跟姪客气什么 张仪赶紧把钱推了回来 你带卢雪上清华的事 我都来不及感谢呢 现在咱们家都有钱了 你们上学读书 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 你们留着用熬 说着说着 张仪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之前在医院里 她还觉得我是在开玩笑 如今一切都实现了 感觉就像梦幻一样 张仪从身后提了一大袋 递给我 这是我们家给你买的一点补品 以后学习多多加油啊 咱们就盼着你和小雪成才了 谢谢姪 随后我们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聊天 其乐融融 原本气氛一切正常 直到母亲突然笑着问了一句 对了 你和小雪都有没有对象啊 我和卢雪对视一眼 有些茫然的摇了摇头 张仪似乎看出了什么 便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哎呀你也是 孩子不多还小吗 说这些干什么 不小了 再晃一晃都到扯正的年纪了 母亲笑呵呵的对卢雪说道 小雪啊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要不要考虑下和我们家风在一起 阿姨 这 卢雪尴尬不已 肉眼可见的慌乱了 她的性格本来就文静 更何况这里还有长辈和母亲 哎呀 分儿条件是差了点 但是可以处着试试看嘛 母亲姨母笑道 我打小就重于你这丫头 盼这一天都盼了十几年了 张仪赶紧说道 哪有的是 这次你们家乘风考了状元 门外排队提亲的人都不少呢 我们家丫头是沾了福分 说归说 你们两个觉得怎么样 话题又回到我和卢雪身上 卢雪见现场情况不对 拉起我就跑 阿姨 妈 你们慢慢聊 我和成风先出去玩一会儿 你这孩子 饭都还没吃完啊 别浪费粮食啊 和卢雪出门后 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话 气氛非常尴尬 最后还是她率先开口 成风 咱们都认识这么久了 你应该一直都把我当好朋友吧 算是吧 你呢 什么叫算是吧 除了好朋友还有什么关系 卢雪看着我 似乎迫不及待的 想从我嘴里问出什么 然而我笑了笑 在楼道转角的时候 忽然向她靠近一步 你觉得 我们还能是什么关系呢 卢雪白金的小脸再一次红了 眼神慌乱不定看向别处 隔得这么远 我都能闻到她身上 那股洗发水的味道 听到她小鹿乱撞的心跳声 果然 这丫头八成喜欢我 我 我 卢雪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而我是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对她说道 要不这样吧 咱们现在去买张彩票 如果真的中了的话 我们就进一步 怎么样 听到这话的卢雪 眼神似乎有些失望 但还是说道 好吧 买完彩票后 我们各自回了家 中奖结果刚好是十天过后出 和系统所说的一个月发放一致 那天也正好是通知书到的日子 卢雪和我告别后便回了家 而我才打了很久游戏后 才发现班级群里正在说着什么 打开一看 发现又是柳如燕在发消息 同学们 为了庆祝咱们成峰同学上了清华 等录取通知书发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祝贺一下她吧 好啊 在哪 当然是游递快递附近 到时候可别缺席啊 还有卢雪呢 我还没见过清华录取通知书长什么样呢 听着就好稀奇 成峰不会不让我们去吧 人家现在是省状元 估计肯定看不起咱们了 卢雪算是绑上好大腿了 真是命好 咱们还是别去了吧 免得成状元嘲讽我们 看着群里阴阳怪气的消息 我忽然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柳如嫣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心了 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目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柳如嫣这种贱人只会在我出丑的时候到场 要不然他不就被打脸了吗 考虑到这一点后 一种想法在我脑海里滋生 那就是我的志愿被改了 我迅速打开了电脑 现在离确定时间只有不到一小时了 我必须抓紧时间 果不其然 在我打开页面后 发现第一志愿被改成了某不知名的三本野机大学 柳如嫣 你真TM不是个东西啊 直到现在还想着怎么害我 我赶紧打了个电话给卢雪 结果他的志愿也被改了 而且更可恶的是 我的志愿是最北边的学校 他的志愿是最南边的学校 柳如嫣恨不得我和卢雪永远分开 快 快点改回来 我迅速把志愿调整到清华大学 然后做好一切后把密码改了 卢雪也改得很快 我们俩总算在时间结束前搞定了 柳如嫣太过分了 他是怎么改到我们的志愿的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班主任改的 我想了想说到 他手里面有我们所有的资料 登陆后改个志愿应该没问题 要不是柳如嫣跳出来狭拜 我还真发现不了 卢雪声音非常焦急 成风 我们快报警吧 这可是大事情 不容 我心里想到的计划 笑了笑道 既然他们这么想看我们出丑 那就等那天狠狠打他们的脸吧 等柳如嫣彻底绝望了 我再亲手把他送进去 想到这里 我在群里面发了一条语音 同学们 到时候记得来捧场啊 以前的事就算了 我不会说什么的 很快 就到了录取通知书到的日子 我来到最大的邮寄处后 才发现柳如嫣和班主任 已经带了一批人 在外面等着看我笑话了 柳如嫣走出来带节奏 成风 你现在可真是不得了了 拿了那么多钱 都不打算请大家吃个饭 你们都是来看我笑话的 我请你们吃什么饭呢 我呵呵一笑说道 立马有同学说道 我们哪敢看你的笑话啊 省状元 咱们得对你磕头求饶 还来不及呢 省状元 快把清华录取通知书 给我们看看吧 咱们都等不及了 还有卢雪的 七百分都能吻上清华 可真不得了啊 下辈子我也当个女的 众人的话里 充满了讥讽和嘲笑 似乎恨不得 我马上回到以前那个 人人都能欺负的时候 这群人天生的裂根就是这样 不管你好不好 他们都会觉得是你的问题 班主任不知道从哪窜出来 用憎恶的眼神看着我 成风 你这种人渣也配上清华 真是只白眼狼 老子教了你整整三年 你居然让校长把我开除了 有良心吗 我冷笑一声说道 你教了我什么 教我怎么做一只义官禽兽吗 今天我拿录取通知书 你们是不是都特别气愤啊 只可惜我要让你们的美梦破灭了 听到我的话后 班主任却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我看你是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 得罪了我们还想上大学 没那么容易 我假装不知情地问道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去拿了录取通知书就知道了 柳如烟双手抱胸 等着看我的笑话 你瞧到那傻样 真不知道是怎么考上清华的 智商真是令人堪忧 这书还不如我去读 没事 等会他就笑不出来了 同学们在一旁瞎起哄 用幸灾乐祸的眼神打量着我 想必他们都知道了柳如烟 给我支援的事情 就等着我去取快递呢 卢学走了过来 挽了挽头发 乘风 别被他们影响心情 柳如烟看到他后 不屑说道 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不就是一个 磅大腿的臭娘们吗 你是皮痒了 我死死盯着柳如烟 把你的嘴巴闭紧点 不然我不介意 再点你两耳光 哎哟 你可真是不得了 还以为自己是 清华大学高材生吗 柳如烟肆无忌惮地说道 赶紧拆开快递看看吧 别等下哭鼻子了 好啊 拆就拆 看这种人嬉皮笑脸的样子 我和卢雪前往快递站 拿到了文件夹 轻轻拆开包装后 发现里面赫然出现四个大字 精美的包装和别致的剪影 无不透露着高级 我和卢雪相视一笑 知道已经毫无悬念了 等我们走出来后 柳如烟等人还在翘首一盼 乘风 你之前敢那么对我 知道自己会有惊天吗 柳如烟突然笑了起来 班主任也用一种嘲讽的眼神 看着我 一个同学笑着说道 乘风 快打开让我们看看 你的清华录取书吧 小心点别拿错了 要是拿到北方职业学院 就尴尬了 趁他们笑的时候 我和卢雪轻轻将信封拉开 厚厚的通知书赫然呈现出来 一瞬间 所有人都没了声音 他们难以置信地盯着我手里 什么 清华大学 柳如烟揉了揉眼睛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 你不是什么 不是改了我的志愿 对吗 我呵呵一笑说道 柳如烟 你永远说不起你的傲慢的样子 拿到一点甜头 就要开始四处炫耀 你没想到 我还会回去检查吧 看到我们两个的通知书后 他整个人差点摔在地上 不 你居然敢改回来 其他同学们都尴尬地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了 他们本来想来看我笑话 没想到自己被啪啪打脸了 班主任气的脸色铁青 指着我的手都在颤抖 你们 柳如烟冲了过来 想从我的手里夺走通知书 然而我和卢雪 已经把通知书保护起来 将它直接控制住了 柳如烟 你说世界上 为什么会有你这么又见又纯的人呢 他充满怨恨地盯着我 恶狠狠地说道 成风 你有什么得意的 在我这里 你永远都是一条狗 别以为考了的清华多了不起 我只需要再复读一年 一样能考省状元 然而我却说道 复读 就凭你这个成绩 哪个学校会收 大不了我去读私立学校 我有的是钱 柳如烟还不甘心 花个十万二十万 总有学校会收我 我可和你这穷鬼不一样 然而他刚落 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 如烟啊 不好了 你爸刚刚撞了个人 要赔一两百万呢 咱们家只能卖房子了 听到这话的柳如烟 恍惚一下 手机直直摔在地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么巧 完了 我的一切彻底完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降临 柳如烟似乎彻底扛不住了 直接摊坐在了地上 其实我看出他早就已经受不了了 从黄映川抛弃的那一刻起 他就在自欺欺人 现在我拿拔掉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柳如烟的人生彻底完蛋了 不 这不是真的 我明明可以考七百二十 为什么不管用了 柳如烟都有些疯癫了 还有我的钱 为什么都没有了 凭什么你可以考到什么状元 这到底是为什么 看着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 我忍不住想上去拱火 悄悄靠近他后 我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很简单 因为我也有系统啊 你的分数 你的家产 全部都是被我吸走的 哈哈哈哈 柳如烟瞳孔皱缩 你 你居然也有 不 快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这就是一场梦对吧 他抓住我的衣袖 拼命摇了起来 还给我 全部还给我 你这该死的狗东西 旁边的班主任看到这一幕 也忍不住冲过来 想要和我决一死战 乘风 你把老子一切都毁了 我也不让你好过 就在两人发疯的时候 后面突然传来了警笛声 别动 立刻趴在地上 警察赶来将他们两个包围着 成功控制了局势 原来我早就已经报了警 因为他们改我的志愿 是会有记录的 很容易就能查到 这件事情已经触犯了法律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制裁 你们改了我的志愿 我也不会放过你们 好好进去面壁思过吧 我看着两人说道 直到这时 柳如烟终于跪在了我面前求饶了 成风 对不起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那样对你 求求你原谅我吧 现在我一无所有 只有你能救我了 看着我一开始追你的份上 好不好 然而听到这些话 我只嫌恶心 一脚把它踹开 提着我都恶心 从我面前消失吧 直到柳如烟被抓的时候 嘴里还在说什么系统之类的话 后来我去做笔录 才发现他已经得了精神病 一辈子都要在精神病院度过 一周后 我和卢雪来到了彩票领奖处 拿着两百万的彩票 他高兴得快跳起来了 我在一旁打去道 这才中两百万就这么高兴 要是两千万还得了啊 谁说我是因为钱高兴的 卢雪突然凑了过来 嘟着嘴说道 你不是说了 如果中了彩票 就要更进一步吗 我 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 你不会是想反悔吧 没有 那我们要不试试 行啊 你可别再当舔狗了 不然我就像柳如烟那样对你 好 一言为定 拉钩 全文完